泽连斯基又看到了一根救命稻草 但它也就是一根稻草而已 什么呢 F-16战斗机 最新消息 荷兰首相吕特宣布说 他向泽连斯基宣布了一个决定 准备向乌克兰交付F-16战斗机了 第一批18架即将要来了 这事对于目前的乌克兰政府 乌克兰军队简直就像强星剂一样 而对于泽连斯基来说 更像是一颗救命稻草 这F-16战机 泽连斯基可是盼望了快一年了 从今年年初开始 当时的泽连斯基就向美国西方表示说了 要想乌军反攻 要想夺取战场的胜利 就需要几件关键性的武器 坦克 远程导弹 还有F-16战机 后来呢 这主战坦克 美国西方给了 德国的豹二主战坦克 够先进的吧 远程导弹也有了 射程超过300公里的隐形巡航导弹 但是有了坦克导弹 这乌军反攻依然还是失败了 所以在乌克兰人 在泽连斯基看来 这战场形势现在非常不妙 反攻失利 很大原因 就是没能得到这个F-16战机 现在好了 F-16终于要来了 这对于乌克兰人来说 实在是太重要了 对于乌克兰军队来说 这F-16战机的到来 可以大大加强空中力量 包括防空 包括可以挂载巡航导弹 来攻击俄军的纵身目标等等 目前乌军前线非常被动 俄军大举进攻 乌军士气非常低落 至少这个F-16战机的到来 可以提升一下前线官兵的士气 而对于乌克兰政府来说 目前美国西方对于乌克兰的援助 是越来越少 美国国会现在甚至都不批准 新的援助金额了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F-16战机的到来 就是在释放一个信号 西方没有抛弃乌克兰 至少乌克兰国内的明星士气 又可以得到稳定 而对于泽兰斯基来说 这更是至关重要了 这可不仅仅是因为 他此前为这F-16战机 东跑西颠的忙坏了 现在总算是有了结果 更重要的是 目前泽兰斯基 他国内的政治位置 非常的不稳定 明年乌克兰国内要进行 新一届的总统大选 他很有可能会办 美国西方目前正在准备 用乌军总司令 扎卢日内等人选要取代他 那在这个节骨眼上 有了F-16战斗机的到来 那可是他的政绩 他的功劳 如果乌军战场形势 因为这战机的到来 多少能有点改观的话 这些对于他赢得明年的大选 非常非常的重要 这简直就跟救命稻草一样 不过这也就是一根稻草而已 一来这F-16战斗机 它数量有限 十几架而已 二来它的性能 也比不过俄军 像苏武器隐形战机这样 如果真的在空战中遇上了 这F-16战机被打下来 那不更难看吗 还有一个 乌军对西方战机的空情地情 技术保障措施 还是不完善的 基本没有 不能充分发挥这种战机的性能 而且乌军飞行员 对F-16的驾驶训练时间 也不很长 这也极大的会限制他的性能发挥 就像德国的鲍尔主战坦克一样 够先进的吧 战力够强的吧 上了战场 在乌军手里 不一样被俄军大量给打包了吗 插军手里